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陈锦棠的戏剧人生 陈锦棠是1906年8月7日出生 就在1981年12月30日逝世 有一个说法说他是广东中山的小男人 另外也有一个说法说他是南海人 他是一个粤剧的名领 在行内 年轻的时候人一般就称呼他做一哥 到年纪大后一般行内的人就称呼他做一叔 陈锦棠是善演武打器的 也是善演反派的角色 他有一个无状元的称号 关于陈锦棠的父母 和他在哪里出生的地点 就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 对了 关于早年他学艺的经历 一般的说法就是说 陈锦棠起初 就是跟明陵新北 就学习武功 他的同门师兄弟 就有关德卿 根据粤剧的研究者 朱兆章在他的著作里面 就曾经提到 陈锦棠就由六岁戏 就由这个新北师傅 就带到他去广州那里生活 陈锦棠的语名叫做阿玉 新北就做他的义父 并且兼职做师傅 一直到17岁 都仍然跟着新北学戏 早期他的艺名叫做新靓玉 很多时就简称他做靓玉 即是玉石的玉 即是玉石的玉 去到1924年 就曾经加入过 落石园的新紀元劇团 1925年 就加入当时由 马斯增和陈飞龙做台柱的大罗天劇团 他就由最基层的拉扯位做起 一路慢慢做 一路进升 后来就进升到三邦的小母 当时跟他在大罗天一起做的 还有还未成名的桂名羊 当时桂名羊也是在大罗天做小母 两个人一同做一些无名小卒的初初 及之后来桂名羊成名祖过陈锦堂 桂名羊后来还被称金牌小母 他就开创了代表小母的粤剧流派 我们就叫他贵派 后来也有人把陈锦堂都视为贵派的说法 后来大罗天就转手了 转手了给薛角仙 薛角仙接手了之后 就将大罗天在1929年 就改组为《角仙声》剧团 陈锦堂就留在《角仙声》那里 而且还获得薛角仙的赞赏 而且薛角仙还收他作义子 根据粤剧专家朱绍章 引用熟悉当时这个剧坛的名剧家 《南海十三郎》的说法 就是说陈锦堂首先是拜薛角仙为师 后来才认他作义父 这个举动 这个举动就曾经被一些新北的门人 就视为忘恩负义 但是明令新北他本人 就并不反对 而且还替陈锦堂 向他的门人解释 从此之后 陈锦堂就叫新北做阿叔 另一方面就称薛角仙 就是做爹地 即是父亲的意思 在这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就开始受到注意了 陈锦堂 他的演艺事业所用的名字 亦都开始转用陈锦堂这个名字 时间就去到1932年 陈锦堂就获得日月星剧团的重金礼品 在郭先生休班的期间 就是家盟 家盟当时已经成名的桂名羊 亦都在日月星里面 在1933年 就加盟编剧《南海十三郎》 就自组大江南剧团 但是这个剧团就经营不善 结果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陈锦堂又曾经自组一个临时班 就聘请了《南海十三郎》做这篇剧 同年郭先生就重组这个短期班 《南海十三郎》就获得薛郭先生的邀请 就主理剧母 并且写出了著名的剧目《女儿香》 于是重返郭先生 陈锦堂就重返郭先生了 亦都是因为演出这个剧的反派文武生 魏超人 令到他的知名度和身价都跟着暴升 暴障 好 今天分享这个陈锦堂的戏剧人生 暂时分享到这里 好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你留言点赞和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亦都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我们 陈锦堂戏剧人生下一集的播出 好 拜拜